故事開始前先來感謝本頻道的第一個贊助 也就是Foothing鏈族直播平台 這是一個專為華人設計的直播平台 就如畫面上顯示的 裡面的女主播們也幾乎都是華人 她們的表演和穿著 與球賽一樣會令人熱血沸騰 等某些地方礙於尺度問題還是會稍微遮一下 要是你想看完整的 那就下載吧 下載連結我會放在下方資訊欄與留言區 送主播1314的禮物就可以加主播微信 主播會私下給看福利 送燈塔可以和主播私下一對一視訊 有些主播只要送禮物 在直播間也會給你看福利 在籃球的世界裡有許多充滿觀賞性的技術 灌籃、拉桿、過人 而傳球是一個普通再正常不過的一項必要動作 但就是有些球員能把傳球升華成藝術 讓比賽變得更加豐富迷人 有一名球員 球迷們想到他 除了腳上功夫特別厲害以外 傳球絕對是成就他個人魅力的最大因素 他是曾經被譽為天才後尾的 蘇逸傑 蘇逸傑 綽號小四 摩古斯 1987年1月28日 現年34歲 基隆人 身高181公分 獨打後衛 小四國小就有優秀的運動天賦 參加過跳高比賽多的第二名 一打過排球 參加棒球校隊 但這些運動對他來說 都沒有籃球來得有吸引力 國小因為一本籃球皇帝 Michael Jordan自傳 對籃球產生的興趣 國小三年級就跑去 孤獨國小籃球隊 與五六年級學長打物大物 或是跟國中生打球 但是國小畢業後也僅僅才155公分 自然沒有國中球隊對他產生興趣 加上小四從小單親 由媽媽撫養 家中成員都是女生 自己是家中最小的獨子 家中經濟環境也不好 媽媽從小反對他打籃球 認為打籃球沒有前途 希望他乖乖讀書 以課業為重 未來好好當個公務員 因此就讀於基隆的擺埔國中 一所沒有籃球校隊的學校 而在遇到兩位啟蒙恩師之前的階段 就讀升學自幼班的他 靠著自己利用特餘時間摸索籃球技術 喜歡比自己年齡大的球友交流球技 隨著身高逐漸拉高 球技增長 國中就跟著一些老球皮在基隆街頭 蔡市長飛打出名堂 學校甚至為了他組建一支球隊 參加基隆市市長飛並打出好成績 對中以蘇一傑的才能更為突出 在基隆的名聲 因其了幾位在基隆籃球圈人士的關注 其中就包含正兵國中不名人教練 與蘇一傑的啟蒙恩師 基隆籃委會總幹事弓建仁先生 一對一指導他籃球技巧 幫助球隊安排比賽 累積實戰經驗 將小四帶進籃球世界 經由他們的引劍及Call of相傳 蘇一傑開始成為高中籃談各學校網絡的對象 其中強述了林從立教練更為積極 親自到學校找小四 邀請入隊 小四被林教練與弓先生的心意 激起了他更加想要往籃球圈發展的渴望 但礙於家裡的反對 媽媽屢次將三個毛鱸登門拜訪的 林先生與弓先生趕出門 小四也因此與媽媽鬧出家庭革命 最終小四與媽媽達成協議 除了用比賽表現證明自己的價值 也會兼顧學業考進師大 經過革命後 小四來到林從立教練的強述高中 蘇一傑在上高中前 並沒有受過真正的籃球正統訓練 基本是屬於無師智通的類型 也沒有參加過正規籃球賽 而隊中卻是人才幾幾 其中包含當家後衛學長陳世念 強述雙塔吳俊雄與吳志遠 體能天才李一平等人 但高一就受到林教練的重用 也與他一些上場時間 高二與陳世念成為主力雙位 蘇一傑在林教練的眼中 市民非常有潛力的好苗子 打球聰明 對於他在球場上的空間感 控制節奏的能力 以及臨場反應 加上與生俱來廣闊的傳球視野 相當讚賞 後衛才能與陳世念不相伯仲 但在責任感與體能 還有性格相比就有一段差距 高中層因為傳球刁鑽 隊友接不住 與隊友在場上有摩擦 或是被教練指出有著 欲強則強的習性 遇到強悍的對手就會特別專注 發揮潛藏的人力 好身心較強 遇到相對較弱的對手就會陷入沉睡 直到第四節比賽關心時刻 就會覺醒開始主宅比賽 或是在比賽中容易腦充血 在當時穩定性 就成為他在學生時期重要的課程 而蘇一傑在高中就名氣高 被媒體冠上天才後衛的稱號 高中模板是言行書 號稱HBL的F4 亞青四少 但較為可惜的是 入選過兩年Nike RS Camp 非常有機會成為台灣首位旅美高中生 可為了家裡的經濟考娘 想要趕緊加入SBL成為職業球員拿薪水 主動放棄機會 大學則是達成與媽媽的協議進入實打 並與一票SBL隊友拿到冠軍 同時也在2005年進入達新 並且肩打UBA和SBL 開始兌現他的天賦 2005年 蘇一傑加入達新 當年的達新人人有3分 各個接人 快速的反擊快攻推進的球鋒 當時達新充滿一群年輕又具有天賦的球員 以及田磊MVP的主宰力 3D全能風險張志峰 小四的加入 他與深聚來的空間感 找尋空檔與善打快節奏的能力 使得達新的進攻更加流暢 對當時達新來說可謂是如虎添翼 而小四與射手王志群的後場輪替組合 一位善奉一位善吼 是當時達新不可小覷的一股力量 小四在王志群受傷後 也把握機會展現於老鳥般的無所畏懼 新人連上場31分鐘 小出平均8.2分 3.2籃板 3.6助攻的成績 打敗剪家侯與左床台獲得新人王 早期在達新期間的小四 因為外型俊秀與裘風聚觀賞性 吸引不少女粉絲關注 2009年與伊林簽約成為模特兒 而她的傳球能力也像她的俊秀外表一樣 十分帥氣 球迷們要是提到蘇逸捷 一定會想到她那美式裘風般的各種花式傳球 她充滿靈性、創造力的傳球能力 視野與空間感的才能 是別人再努力也難以訓練出來的 即使將她傳球路線封鎖住 她總是能找到刁鑽的角度傳到隊友手上 這次連擁有相似天賦的言行書都讚賞過的才能 解讀比賽的人力優異 面對突發狀況也能巧妙的靈機應變 在SBL第二年就成為助攻王 生涯共三次奪著聯盟助攻王 除了傳球以外 小四的切入能力也是在聯盟裡的高水準 專欄作家朱彥碩曾使用過蘇逸捷 她是我看過台灣最敢在禁區給小球的控球後衛 也是台灣傳高調球最出色的球員之一 她的速度非常出色 乍根失下不是很快 但等到她加速時 你才發現根本追不上 變擋再加速的能力很強 而且直向與橫向移位的速度都很快 基本控球動作紮實 能將別人的節奏帶進自己的節奏裡 要說到缺點的話 就是她那顯而易見不穩定的外線 生涯12年三分球命中率不到三成 縱觀術一節的球員生涯 可謂是載服載成 經歷了許多風雨 上帝給予她天賦 也給予她不少考驗 生涯一段時間受困在傷病中 2007年SBL第四季 那年小四奪得助攻王 但該機卻兩度傷到左手 最嚴重的一次是上籃與城志中之間發生車禍 左手撞擊地面骨折 使得那年進入中華隊的機會消失 休養一段時間後 又接著在2008年 海峽杯與對手相撞倒地 導致右手嚴重骨折 那一年也促使了她有想要放棄的念頭 首部曾多次重傷 影響最大的就是她的外線 蘇一傑也曾在摸骨中說到 首部的舊傷大大的 影響了她往後投籃的表現 也因為那兩年的關係 造成蘇一傑為了改運 09年將名字改成蘇翔藝 而這一改 或許真的是因為名字影響命運 09年改完後 達新首部風王 也首度加入中華隊參加董事盃 接著在2010年第七球季結束後 離開達新 SBO第八季開打前 得到前往中國CBA的球隊測試機會 雖然還是在鄭志榮教練的標約下 加入台灣大兩年 並十場與吳勇人組成雙控球 即使球隊戰績不理想 但對蘇一傑來說 卻是大短拳腳的時候 2011年改為圓名後 第九季就以場均11分 5.7助攻 1.6次超級的成績 多年年度助攻王 以及年度最佳5人 再來就是開始一個讓人生涯 先是在2012年離開SBO 前往CBA新疆廣會飛虎 待了一年後 反而SBO簽約台皮 在台皮待了一季後 第13季就到了富邦 再度與吳勇人成為後場搭檔 球隊中也有著不少好隊友 但這也只待了一年 但就是在這一年的季後賽 爆發了生涯有史以來 最具生意 重創形象的事件 2015年3月21號 SBO季後賽 富邦對決台皮 第四傑3分57秒10 富邦勇士當時以57比73 大幅度落後 呂其名上籃時 也被蘇一傑賞臉 造成犯規競算加法 蘇一傑在當下不服判決 判一台把球踢出去 最後加上技術犯規剛好無犯退場 賽後慘遭球迷們再往上踏罰 認為他沒有運動家精神 重創形象 而多年後蘇一傑有在蒙古中說明 他當下會如此生氣的原因 並不是針對那次的判決 是對當天那整場比賽下來 對裁判判決的遲度不滿 讓我們來重新檢視一下當天那整場比賽 首先先放上蘇一傑的犯規片段 可以看出蘇一傑在後續的動作其實有著明顯的犯規 我認為這些判決可置疑空間較少 重點這就是故意的 可以看出蘇一傑在後續的動作其實有著明顯的犯規 我認為這些判決可知以空間較小 重點在於整場比賽下來 反而是其他的判決有著值得探討的空間 最為嚴重的就是油根池頭採取界 裁判漏牌 反而是富邦正能為賠上犯規 然而在第三節 富邦吹起反攻號角時 被裁判的幾個疑似正常身體接觸的摸毛哨 吹到富邦防守都傻 不曉得裁判的尺度在哪 然而這球明顯的犯規也沒吹 平常比賽下來 裁判的尺度確實是有值得質疑的空間 但也不是值得合理化此抗議行為的理由 而蘇一傑身為球隊隊長 應該要比任何人更加冷靜 卻沒有控制好脾氣 才會釀成此事件 而裁判的尺度 也不是影響最後結果的最大因素 整場比賽 臺皮確實打得比富邦好 一路領先富邦12分以上 當時蘇一傑的爭議事件也不只這一招 包括在2019年時 連三場靠陳建恩投的事件 被球堂召競賽一個禮拜 經歷了這踢球事件後 蘇一傑決定出走SBO 2015年繼續挑戰CBA 加入柏山榮師 待了一年後在2016年回到了SBO 簽約達星 打出生涯最佳代表作 當年達星處於吳田磊時期 正宗以該季MVP周宜翔 最佳洋將布拉 以及蘇一傑為中心 而達星則以季賽第一名成績進入季後賽口 先是在第二輪擊敗戴維斯-簡浩所帶領的浦原 在總冠區賽面對賀夫、余正如 郭世淵、陳世念所率領的日榮 蘇一傑市場比賽平均砍下8.5分 5.8籃板 和5.5助攻的成績 當助達星橫掃 日榮奪得FinalMVP 整個系列賽平均攪出15.3分 4.7籃板 5.1助攻 而這也是他生涯以來 在季後賽裡攪出的最佳成績 也難怪蘇一傑會在摸骨中說 那年是他打得最認真的一年 回到達星待了3年後 2019年8月21日 蘇一傑無預警的在個人IG上發文後 生涯累計1302次助攻 高居SBL史上助攻榜首位 生涯7次入選中華隊 也32歲單打之年的年齡會議 讓不少球迷們感到可惜 只有球迷懷疑可能是與達星同年退出SBL 和當時台灣籃環環境落寞有關 只是最後蘇一傑並沒有離開籃球圈 2021年宣布擔任T1聯盟的桃園雲豹GM 辯證了當初在摸骨中說到 等到台灣籃球環境更好 他會回來的承諾